我現在的工作是向一個私人眼科醫生的診室面工作 我主要的職責就是每天病人在見醫生之前 我需要見完所有的病人 了解他是什麼原因去見醫生 如果但凡是發現一些緊急的情況 譬如急性青光眼或者是無無脫落的問題 我們會盡快安排他去見醫生 讓他可以得到一個適切的治療 另一方面如果病人需要進行手術的話 在手術的前後我們需要為他進行一些測試 以便醫生可以拿到一些精準的數據 去確定病人做不做相關的手術 以至到他最後的情況是否理不理想 另一方面我都需要進行一些解說的工作 讓病人清楚知道手術的過程 以至到他的相關貢獻 以及在手術過後他怎樣去護理 我都需要解釋給病人知道 在醫院管理局 其實我現在就是公立醫院 眼科部門的一級視光師 在我的工作範疇裡面 其實分開兩部份 最主要當然有一些臨床的工作 其實在臨床工作方面 很多檢查都是由視光師負責去做 最基本的可能有些視力檢查 驗度數、檔眼壓 特別的可能有些糖尿上眼的檢查 視野圖的檢查 或者是眼底掃描 甚至乎是白內障 手術前的度鏡檢查 這些都會由視光師負責去做 我們都會為一些有需要的病人 去進行一個隱形眼鏡的驗配 這些病人可能是做過角膜移植 或者是他有追形角膜 我們都希望透過隱形眼鏡 可以幫他改善視力 除了這些臨床工作之外 另外一部份就是癌症的工作 都有很多不同範疇 譬如要調配一下人手和資源 去配合醫院整體的運作 都要定期去巡查職業安全健康 確保整個工作環境 我們的同事是適合去做的 還有會做一些質素的安全檢查 確保那個是up to standard 以及制定有關的致癌 我們都看回服務的需求 會安排一些合適的培訓給同事 如果有新入職的視光師 我都要負責去教導他們 我們有部份的服務 因為在其他部門進行 所以都要跟這些相關的部門 做一個協調的工作 當然要走不掉的 要處理病人的投訴 同事之間的關係等等 所以你說除了日常要應付 大量的病人這些臨床工作之外 還有很多非臨床的工作 需要處理去做 我現在是一個私人執業的眼科視光師 我們最初為何會開設一個視光中心 因為我們想做一些我們想做的事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眼科視光師 其實我們的業務可以很廣泛 例如可以有眼睛健康的檢查 例如可以檢查眼睛外面和入面 看看眼睛有沒有病變 或者有沒有視覺功能的問題 我們亦都可以做一些零售方面的業務 例如幫小朋友 或者有老花問題的朋友 他們配一些光學用品 例如忍應眼鏡 或者眼鏡 那時候為何會自己開設一個 就是因為 如果我從事事但一方面 我都不能夠有效地做完所有的範疇 如果自己開設一個彈性 我們可以喜歡做到業務的範圍 有多寬都可以 變成可以做到自己真的學以致用的情況 我亦都可以覺得最有效能幫助市民